今天有个消息 就是台铁便当预估说 今年可能会卖到一千万份 所以常买不到吗 四月开始他们要试办了 你在订一票的时候 可以顺便订便当 那以后台铁的logo会不会取代 台北车站屋顶上面的台北车站 这四个大字呢 非常有可能 因为市府觉得基于城市美学 那四个字可以拿掉了 至于北门这附近 包括了霓虹灯广告 通通要管制 这幅巨幅广告坐落在车潮汇流的地方 现在要拆了 而在天台上的这幅广告也要拆 因为前方就是北门 这些广告物都被认定是破坏整体美观 为了重现北门风华 柯市长下令整顿北门周遭广告物 大动作将广告霓虹灯下架 到底有多严格 假如我是观光客 我正在北门这边 我的视线范围都要是干净的 也就是说二楼以上的广告物都算违法 为了确保观光客来北门看的拍的都有美感 周遭限制最多 高度大小都要管 几乎有一半都得拆 都发局也沿拟北门周遭广告物都市设计准则 第一阶段已经先将废弃广告拆除 第二阶段要拆除巨幅广告 也就是超过建筑范围 第三阶段则是离北门较远的附近路段 包含中华路 中小西路 违法广告 统统都得拆 观光客乐见广告物下架 但北门周遭店家开始抱怨 楼上有人现在在反应都没有错 反应什么 反应说没有招牌 可能客人找不到 或是没有办法招揽到客人 对面不只有相机街 还有商业大楼 二楼以上的广告物都要消失 就等于间接影响生意 柯文哲积极重现北门风华 先从古今美感着手改变 TVB新闻 崔仲智彩威台北报导 而热闹的南韩首尔 有很多地方保留了古老的面貌 我们看到青瓦台附近的西村 这里有蛮多传统的韩屋 过去被限制开发 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说 怎么租金都已经涨一倍了 来看为什么 南韩国民男神李敏昊 优雅地从传统物社走出来 漫步旧街区 最近引起高度讨论的首尔景点 就是这里 位在青瓦台附近的西村 过去被限制开发的西村 巷弄间都能感受到首尔的旧日风情 不过这样的景象已经悄悄变了样 观光带来人潮也带动商机 西村咖啡厅 福士店 新的店面一间一间的开 进一步炒热当地房市 负担不起高房价 高租金的个性小店一间间出走 取而代之的使连锁店持续涌入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宏大附近 如何在发展观光 以及保留传统和独特性之间取得平衡 也成了首尔的大挑战 地区新闻综合报道 而如果你走到韩国街头会发现 他们不化妆的女生真的太少了 而且眼妆是一定要化的 不过最近有一个热门的影片看到的是 男朋友帮女生化眼妆 结果就灾难了 女生真的不懂了 颜伟为什么一定要往上勾呢 为什么眼影要画厚厚的呢 为什么也要画眼头 为什么要带假睫毛呢 好 那他们真的尝试之后 每个人转过来一看 这什么跟什么呀 男生就说了 原来化妆真的很专业 网友则说 看了这个影片 大概这辈子都不想让男朋友 帮忙化妆了 当然化妆是非常专业的 特别如果是特技化妆的话 在电影当中 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继续看两个青年级的台湾人 他们就在两岸三地的电影当中 那么都已经是成为 他们已中的专业化妆师 创业创出名号了 受到病菌的感染 然后他就有点烂掉了 中他的头发是用羊毛的材质 想要变脸吗 欢迎来到特效化妆事件 脸皮 断手还有突变活师 青年级的肖柏辰以及刘显佳 做出的恐怖妆容征服港台 包括电影花样 青田街一号 诗意 激战 陀地驱魔人 都有他们的巧手创作 曾经让合作过的张家辉 郭彩杰以及田中千惠 会吓到不敢直视 因为我们拍摄都是在晚上 有的时候走过去就会 就会被他们吓到 因为那个妆就是太厉害了 我从以前就还蛮怕鬼片 校说不敢看鬼片 却振日于可怕为伍的刘显佳 大学读的是电影 当年洋男的迷宫 电影中的奇幻世界 让他深深着迷 偏偏那个时候的台湾 根本没有所谓的特效化妆 在家人支持下去加拿大学特效化妆 回国后因缘机会认识 同样也去加拿大 念特化的萧柏辰 萧柏辰谨慎 刘显家活泼 个性天南地北的两人 在特效化妆一拍即合 二零一携手成立工作室 细胶跟皮肤弹性接近 是常用的材质之一 另一种材质则是发泡乳胶 摸起来很像海绵蛋糕 特效化妆如果像是胖妆 大部分都会选择发泡 因为矽胶太重了 整个是脸是往下拉的 以亚洲为例 要找特化团队 第一个想到的是泰国 韩国或者日本 小柏辰跟刘显佳 期许自己成为先锋 把MIT的招牌在这块领域发扬光大 TVB的新闻 李伟华 张静玲 台北报道 另外再看到这个印度男子 他发现为什么太太生理期的时候 没有用卫生棉是用破布 就发现了很多贫穷的人 是买不起卫生棉的 一开始他想要研发 可是没有人愿意帮他试 他自己来就被人家骂变态 甚至于太太压力太大 就离家出走了 不过后来他真的发明了 卫生棉发明机 而且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他也成了成功企业家 他是印度成功的企业家 也是时代杂志百大人物之一 还受邀上TED演讲堂演讲 而这一切的开始 要从他的新婚生活说起 这一切都发生了 在我的早上的新婚生活 所以我会让我做的新婚 我会做到小小小小的伙子 所以我一天看到 她是在身边的东西 十六年前印度有90%的女性 生理期不使用衛生棉 而是用布条来代替 这在印度的乡村是很普遍的现象 不只没有商店贩卖衛生棉 女性根本也负担不起 学校里有高达五分之一的女学生 因为生理期的问题而辍学 穆鲁加南森因此决定要为女性 做出既便宜又卫生的棉店 太太成了第一个试用者 但是她觉得不好用 还给了先生一个大富贫 太太无情的贫语更激发了她的斗志 她开始疯狂测试不同棉花的吸水力 但要等到太太每个月帮她测试一次 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她去找医学院的女学生试用 但是女学生们又太害羞 不好意思说出使用心得 求人不如求己 慕鲁加南森决定干脆拿自己来做实验 慕鲁加南森的怪异行徑遭到邻居的辱骂 说她是变态 她的太太也因为受不了压力而离家出走 但是她还是继续卫生棉的实验 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找到最适合的棉花 别看这薄薄的一片 却为印度的女性带来了革命 因为有了慕鲁加南森的发明 如今几乎全印度的女性都使用卫生棉 她的贡献也获得政府和国际间的肯定 和她分居了五年的太太 看到电视才知道当初丈夫的坚持 竟然有了如此伟大的成就 慕鲁加南森说 她的卫生棉发明是可以永续经营的事业 因为这是必需品 而且也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交易 所以不会有男性竞争者来抢生意 当初慕鲁加南森只是想为太太做一件小事 没想到竟然造福了全印度三亿的女性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下一段参传大国民就看 年苍蝇的补银纸被日本人美丽变身 变成了文青艺术的漂亮纸交代 我们下 dots 我们下回来